一二人小心喔 快處理喔 好 這樣 很多人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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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發現嫌犯車輛 大批警力馬上包圍 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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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 沒想到嫌犯竟突襲開兩槍 援警機警閃過 回擊連轟十二槍 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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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匪激烈駁火 嫌犯最後頭部中彈 當場昏迷 警方馬上開車門 將人送醫 隨後也通知共犯盜案 但第一現場是這 南京東路五段民宅 远警在現場接護 八號晚間九點半 流性男子懷疑女友感情出軌 弟小弟手持三把槍 朝羯敵開槍 對方右小腿中彈 他立即開車逃逸 早點頭 people 被警方發現躲在中和轟爐地 警匪撥火 流性嫌犯命為 搶救中 嫌犯促進大發 一連帶三把槍約勤敵談判 甚至無視公權力 還跟警方開槍對峙 警方也發現 嫌犯攜帶的槍支 火力都很強大 具有一定威力 幸好十多名警力 迅速攔截尾捕 警匪伯火 原警都沒受傷 順利化解危機 三人新聞定位 結尾中信 時尚王家衡 臺北倉報道 明宅現場採證 因為幾個小時前 一名夜姓男子 在廁所內遭人開槍 大半夜警車揪車 鳴笛聲響 驚動了附近住戶 而嫌犯為何要開槍 原來是為了感情糾紛 流行男子懷疑女友 跟男性友人過從聖命 雙方相約在明宅內談判 但不要現場卻傳出槍響 流行嫌犯是竹聯邦萬堂成員 過去有槍炮傷害毒品及防害自由前科 而被害人是兇嫌女友的保險業務員 雙方原本約定好一起碰面簽保單 但女友跟業務員卻提前私下碰面 引發了嫌犯不滿 懷疑有問題 一時促進大發 約被害人見面談判 竟開槍傷人 而這已經不是流行男子第一次感情糾紛 開槍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一號凌晨 他開車前往至善天下 一度要硬闖還差點撞上社區保全 眼見進不去社區 他在大馬路上連轟十六槍 當時疑似就是與女友大吵 又找不到人才開槍洩分 警方當時還在住處 搜出了衝鋒槍以及三百七十八發的子彈 火力相當驚人 嫌犯這回再度因為醋壇子打翻 開槍傷人 甚至朝警方開槍 玩槍拒捕下 最後遭警開槍 嫌犯 重擔落網